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遇到过 不管是我们做媒体工作也好 对于球员来好 或者说对于整个行业来好 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不断地在适应 吸收客服以及学习 在这种非常规条件下 去进行训练和比赛 长期文官他们会自己帮我们 去拍摄一些视频素材 一些采访素材 然后通过网络这边传会 给到我们这里 让我们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也是尽可能地去保证到 我们内容的一个常规性和完整性 去年在苏州赛期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这个比赛场况 离我们这个酒店太远了 最远的要九十几公里 最近得要五十几公里 三个场况都比较远 特别是去的路上 幸好有警察开刀 否则的话 这个时间很难掌握 我非常感谢 我们的团队 每个人在团队 从总统 到医生女 都帮助我们 感觉到家里 其实我们的教练 到有的时候 会给我们的队员 给我们工作人员 给我们球队 做心理按摩 因为我记得 他会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 虽然在这种 疫情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 但是大家 习心协力 团占在一起 把自己对于独球这种爱 然后倾注出来 那么我相信 我们一定 未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就是苏州市全体 能去的所有比赛都去了 下班 乘一个火车过去 然后乘一个火车回来 第一场开放的那场比赛 五个月没住位了之后 真场比赛 喉咙就哑了 足球是一种游戏 为我们支持者 我认为我们不能等待 我们真的开始 在全场比赛 所以我们希望 让人们愉快 莱科接手球队之后 他去了一次重民 看望徐志岛 然后那天其实我在 然后中午我们是在一个桌子 想吃饭的 但是这一场很棒的经济 因为我非常温暖 我非常关心 所以我享受我的日子 在那里 所有的球员 从那里 都在我们的球员 所以我们必须 很感谢 这些关系 和这个球员 和这个中午 在那里 他很年轻 他是欧洲的 我们说少壮派的教练的代表 那么他对于训练质量 训练强度 是有着非常高的要求的 我想这对球队来说 是很重要的 因为之所以2017赛季 2018赛季 上岗能够保持在一个 比较高的水准之上 其实这同训练水平是分不开的 因为他每堂训练课之后 都要再拉一个体能 跑一个折返跑 变速跑 这个消耗非常非常大 球员开玩笑说 我们训练的 一堂训练课的 一些跑动的 一些数据 甚至都超过了 一场比赛的 一些很多的数据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 每天的训练量 都是非常巨大的 基本上就是每次训练课完成 或者比赛完成了以后 提供给教练一个完整的视频 包括定位球 任意球 脚球这种东西 包括手面的出击的 这种视频比较多一点 在二一赛期 就是今年的第五轮 我记得是对阵大连的比赛 那场比赛是在苏州赛区进行的 我记得当时球迷在看台上 是打出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横幅去纪念 奥斯卡的这样一个 白场的里程碑 我觉得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我比赛冠军 我比赛冠军 我赢了很多 比赛冠军 在英国 我没有必须 拖拖拖拖拖拖拖 只能表现我拖拖拖拖 像是Loo 像是Sahyukan 像是Moy 是现在 所以我们有 Yan WenXiaXiao 所以我们有 可以看到 这些比赛冠军 有些赛军 有些赛冠军 因为我们不在赛军 在游戏上 不在赛军 但是 在柬埋子 我们感觉这个人 也需要帮助 因为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让我们更多 我们更加 更加 海港接过这个新火传递的接力棒之后 他也非常重视清训 包括有三支年龄段的一个全球会冠军 从清训走出来的孩子 能够打上职业联赛 能够打上一线队 比如说9394的李慎荣 9798的卫生 包括现在最新的刘朱润 还有贾伯岩这一批 甚至在联赛当中不断地起的军球 所以说这才是清训最重要的目的 比如说上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错 除了有八九届 我们说重名一期的这个班底之外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93届 97届 98届 这些球员慢慢地加入到这个主力阵容当中 那么我想大到球队 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收获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种喜悦 这种获得感更有意义 或者说更有成就感一点 我的偶像是阿兰斯尼斯 所以说我选择穿14号球衣 当然也有个趣事 我当年跟徐岛在东亚签第一份合同的时候 我就是说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说我要穿14号 当时徐岛还说 14号很好 克鲁伊夫 我说不是不是 我说是阿兰斯尼斯 就好比就是说坐国餐车 就是那这17年 我就是赛季报销了这件别人 然后一上比赛都没踢 然后那年恰巧是幼儿三的那个政策刚出嘛 我正是幼儿三的球员 然后出过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然后其实18年的话 逐渐到外面去了 让他出一点赛 然后19年就是说 又这么非常感激 俱乐部感激 要发现了我 然后又让我补充地回到一线队 然后获得这么好的机会 19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又有一丝重伤 然后又又又赛季报销了 所以说对我来讲 我的职业生涯其实比较坎坷 因为挫折只是暂时的 你的职业生涯还有很长 你如果现在被这个挫折打倒了 可能你以后就没有再起来的机会了 看着吴磊大哥 从上岗到喜马亚人 我也是非常的羡慕 有生之年我也希望能到国外 能到欧洲去体验这样的足球文化 做好人 读好书 踢好球 这是我们轻轻发展的一个 组的一个理念 我们一般现在是就是说 在10岁到12岁之间的队员 是放在国际学校里 就是读书 训练等等的系列的 那么12岁以上呢 就是引入到就是东方绿洲这个基地 东方绿洲基地呢 应该讲训练条件可能更完善一点 和我们青少年的球员也是 对标就是讲吴磊 吴磊是他们老大哥 对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能像吴磊一样 能到五大联赛 当然了 其他联赛也可以就是说 最终的将来的还是为我们国家队来服务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你这边不给你啊 亲人一点 2018年的时候 跟宝把洛尔卡球队卖掉所有的手续 办完回到中国 然后选择的是06这个年龄段 那么当时也得到了海港的支持吧 等于这一支球队是由海港来筹建 委托跟宝基地来培养 那么包括大家都知道的 这支球队在成立后半年吧 去法首流流网进行了拉链 战胜了利物浦的青训队 整个的表现 整个的起点都不错 下面就靠我们这批球员了 就靠我们年轻的教练 靠下面的一带人了 然后再过两年八十岁了 但是因为我基地还在 我们这些球员还有六十个 这十件吧 在目所探索 六支方针吧 能够在这里面 再出席好的球员 这也是我目前最大的心愿 台港的比赛 反正我们有电视转播的话 我们一个自己还组的队员一起看 就是就像那种歌唱的一样 叫最初的梦想 从刚开始一个个自信未托的小孩 到现在都是中国都觉得顶梁柱了 真的是做一个很好的球员 做一个很好的人 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够成功 这就是一种球队的气质 球队的精神 球队的传承 而且他这种精神 它是跟整个上海这种城市 它都相融合的 首先最想感应肯定是虚实的 因为这个从小 就到了从命之后 他不仅仅是这个足球方面 对我们这个做人 我们其实生活上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 然后和指引 你只要有目标有梦想 你就会 不管遇到你再大的困难 或再大的坎坷 你都会有这个勇气去跨过他们 去挑战他们 我相信我的 对于足球的热爱 对于自己自身的一种 自控自律 我觉得 我相信 最后的三百场 四百场 也不会远 忠诚这两个字的前提 是一个爱字 就是你有多热爱这个城市 你有多热爱这个球队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一旦爱上了 我觉得忠诚这个东西 自然而然会体现出来 我们海港的这些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的医生 每天 这样辛苦的付出 和后勤安排 把我们服务治疗得这么好 让我们这些80后 还有勇气 可以去和现在的95后00后 这样去赛跑 希望去拼 比如说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我觉得这种感情非常特殊吧 因为我当时是从辽宁过来的 当时也非常小 我记得 然后当时是在聪明 大家团结在一起 然后大家都每个同一个目标 从一个梦想 然后一直在努力 感觉大家都很不容易吧 然后希望就是说 未来的更多年 我们可以为局部 做个更多伟大的目标 然后完成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他们让球迷们看到了希望 记者无为从南昌发回的报道 我用我的片子 我用我的片子留下了他们的青春 然后其实我要感谢他们 就是在我这个做记者 最黄金的十年 给我带来了非常鲜活的素材 和满满的正能量 我相信这也会成为 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作为球迷和球员之间 这样一份感情 也是因为足球连在一起 成为了这样一个足球共同体 实现自己 大家能够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 能够相互为自己的梦想 为自己奋斗事业 继续去追逐 去努力奋斗 人生才有幸福可言 当时我看球的时候 是二十三十岁 现在三十五六岁 一大段青春的时光 是留给这之前的 我们一直说 心永远是少年 我觉得我们的青春 永远不会过去 只要心太年轻 我们的青春永远不会过去 我们每个人可能只能够 陪伴俱乐部一段时间 不管是媒体 球迷 还是球员 但是能够成为 这当中的一部分 就是一种荣幸 因为我们都能够 从中获得技艺 我们都说 技艺是最美好的 所以也是很荣幸 同时也很感谢 能够和球队这样一起成长 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之前我们 也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还缺少一个 独蟹杯的冠军 其实我们也是 非常渴望拿到这个冠军 特别是今年 我们通过大家的努力 然后也是离这个冠军 也是非常近了 然后希望年底的时候 我们争取能够把 独蟹杯给拿下 完成我们俱乐部 历史上的大满贯 然后我们也希望 在联赛当中 能够为我们胸口的 这个队灰上面 能够去增添更多的心情 我看他们终于冠军 中甲冠军 完了在中超冠军 现在就等着看他们 主线杯冠军 还有就是一个 哑冠的冠军 我就觉得 如果可能 如果给我机会 我还会再拍 让我们成为一支 真正的亚洲范围的强度 去冲击亚冠军 可能这对于 这支俱乐部来说 可能是一个 最最终极的目标 也是整个上海球迷 想看到的 我们并不放入障碍 我们在每个角度 在每个角度 成为更好 之后 在三个月 在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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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成功 希望把海港俱乐部 能够在长期稳定 合理 健康的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发展下去 能够为上海足球 培养一代一代 好的苗子 同时 共同为中国足球的发展 做出自己有应用的贡献 包括他们的球员 定期做点公益活动 包括和我们市民足球节 也有合作 包括去做一些脱贫攻坚 把乡村振兴扶贫的贡献 包括在上海 做一些参与城市文化的建设 做了很多 我想体育真的不仅仅是冠军 记得2017年的时候 我们是去到贵州 同损希望小学 为那里的孩子们 去献上一份爱心 到了2019年的时候 海港俱乐部是提出了 无足球不公益的 这样一个口号 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海港俱乐部是真正地把 这个社会公益这份责任 更进一步地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因为在那一年 我记得俱乐部是邀请 当地拉兹县的中学校队的小球员们 来到上海观赛 同时也和我们本地的青少年 进行足球切磋 其实像这类似的这些 圆梦西部为主题的这些公益活动 还有很多 包括我们的球迷也是一样 我们说上港主场 国歌畅想 其实这都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包括上海市比较出名的 这个新民晚报杯 我们也跟上港联手起来 跟新民晚报一起 就是把这个影响力 从上海拓展到长三角 进一步在今年的话 还拓展到新疆的喀什 让那边的小朋友们参与进来 不遗余力推广公益足球理念 在全国范围内 选拔好苗子 生根清训 也体现了海港一种向上的力量 也呼应了十年磨一剑 入众清训的一种初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足球这个格局里面 我们从来就不是成功者 但我们是为成功者铺路的人 就像许志导说的 足球是扑鼓烈的火焰 中国足球的成功者 一定会是从我们现在走过的道路上走过去 一定会是从我们流过的汗水上走过去的 有一种光阴叫做成长 它是生命长河中奋斗的汗水 是花儿在期待中的怒放 成长到足且长 出发之前一切只是梦想 迈出脚步 一路都是希望 一起吧 震翅前行 逆风飞翔 英机长空是我们共同的力量 永不会在前行的风雨中迷茫 有一天 走过如烟细雨 沐浴岁月浇灌 那朵叫做收获的花儿 如约绽放 默然回首 这一路走来 不忘的初心 是红色向上的力量 是我和我的成长 携手同行 砥砺前进 感恩岁月 我们的成长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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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所有人都在团队 真的就是我第一个家族 在帮助我和我的家 在各方面 我们感觉到家 十六年再出发 永存赤子之心 十六年再出发 永存赤子之心 春华秋时后继伯发 十六年我们春华正茂 春华秋实 后鸡薄发 十六载 我与海港共成长 春华秋实 后鸡薄发 十六载 我与海港共成长 你看这么多年 一代一代的这些活脚 就在这个冲冥这个基地上 在不断地生根发芽